单独的封装一下 封装成一个工具类 简化你的操作 你以后用的时候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对吧 同时也可以从网上 自己找一些人家 某些比较好用的 已经封装好的工具类 你都可以放到 你的这个Utl里边 下次就可以直接使用 增加的是复用性 算是工具类嘛 对吧 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这里边呢 咱们先把这个 DataToast这个工具 也复制进来 这个工具类 这个工具类是什么呢 哎呦 这个复制了不对 把它就删掉 复制错了 应该是这个 Ctrl C Ctrl C 删进来 啊 这对了 这个工具类呢 其实就是一个 日期操作的工具类 这个是从 我从网上找的一个 人家封装好的 比较好用 我就拿来直接用了 对吧 这里边的方法有很多 这个上面 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上面的这个详细注释啊 什么这些都有 有兴趣的同学呢 咱们可以自己的详细的看一下 到底他如何 把这里边 把这里边日期做简化的 这个工具类还是 封装的比较完善的 你包括 里边是什么风格呀 或者 两个日期 相差的天数啊 这些他都给你封装好 对吧 封装之后 你用起来就很 很方便 要是我们这里边 看一下这 应该是要把它给引用进来 我们引用一下 哦 还是这个 你沾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给占进来 你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这边让他重新引用一下 引用你自己这个工具类 包里边 对吧 这个方法主要是干嘛的 掉它什么方法 咱们可以看一下 Formate Data Time 这个就是格式化一下这个日期 把咱们的这个日期呢 它New Data那个日期 给它格式化成标准的这种 YYYYMMDD 这就是年月日 对吧 然后后边是跟的小时分秒 格式化成这种格式 然后存放到咱们的数据库里边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生成参数 这个方法就写好了吧 然后在插入的时候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调用的时候 把参数给传进去 传进去我们就 他会帮你自动的把这个 这个方法里边 就帮你把实体类转化了 对不对 转化成这种 Content Views的形式 对吧 然后下部我们有这个Content View了 下部要做什么操作呀 要插入了吧 对不对 我们先前封装了那个 Circulate DL Base里边 已经有数据库 这个方法了嘛 对吧 咱们直接获取就可以了吧 Gate Database 之后呢 有着数据库 可以做什么操作了 可以做插入操作了吧 插入这个表呢 咱们这样 咱们不是有这个 Gate Table Name和PK吗 对吧 这个是抽象方法 我们把它给实现一下 把它因为咱们这里边要求返回的是一个数据 对吧 咱们直接就返回 你有一个数据给它返回就算了 当然我这里边用的是一个数据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你把它弄成一个变量也可以 对吧 这个主要是看自己个人的习惯 我这里边呢 就先这么定义 然后 第一个是表明 对吧 咱们这个表叫什么 叫user 主件叫什么 叫userid吧 是吧 然后咱们获取它的 这个数据 然后第零号位 就是它的表明了吧 把这个给加上 第零号位就是它表明 然后呢 当围空的时候 它这个列值 咱们没有 咱们就直接传档就可以了 不要它这个列值了 然后把content 又传进去 这就插入了吧 对不对 插入了之后 咱们这里边返回的是操作插入之后 返回是插入成功还是插入失败 对不对 这个要怎么做呢 咱们可以看这个 它返回的这个浪值啊 是你插入之后的 它生成的这个 就是自动生成的那个id 对吧 咱们可以判断一下这个id 取一下 这个浪值是插入之后 新生成的这个newid 铺铺里边新生成的id 是吧 得到这个id之后 因为它插入是从1开始的 我们要这样 要把 要把这个pmodeluser 它的这个userid 先给设置一下 为什么要设置一下呢 因为咱们这个 useruserid 它是一个 这个对象是一个引用类型 你这里边把它的值给改了之后 外边 外边引用操作这个对象的这个方法 也会获取到这个实时的更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 下一步后续的操作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直接把这个id也给它设一下 因为它插入之后 获取真价 很有可能还要做进一步后续的操作 要用到这个userid 所以咱们这里边既然获取到userid 新的这个userid了 就把它给 添加进去 以便外边的 使用这个类的方法也能够调用 这里边我们因为是一个lum值 我们可能要把它给强制转换一下 强制转换成一个int值 int类型算 然后 这时候如何返回真假呢 我们判断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这时候直接打锥t 这个 noid是否大于零 对吧 大于零了 就插入成功了 有生成的新生成的id 那就是真 否则那就是假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插入方法就好了 这是增加 下一步该删除了吧 增删 然后这个也是布尔值 对吧 这个方法名就叫delete yorder 删除这个 插入的时候是你把要插的这个实体类的对象传统 删除的时候是怎么删 一般是传条件吧 对不对 删除这个用户的条件 删除用户的条件是什么 比如说某根据某一个id 或者根据某一个类别 某一个状态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需要它传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 是setter语句的条件 传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对不对 这个就叫条件 叫condition算了 然后怎么做呢 咱们是不是封装了 已经有delete的那个方法了 在咱们的这个 cellulite base 这里边 delete封装已经有吧 对不对 它要求传什么算数啊 一个表明 还要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吧 它自动就帮咱们删了 是不是 对吧 好 我们直接就给它传 把参数给它传过去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吧 我们其实因为它已经返回了 是真假的 咱们可以在这里边看到 是吧 也是个inter值 咱们直接就被蹭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DL 现在已经是布尔之 直接delete user 然后把条件给它原原本本的传进去 这就完了吧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 还要先获取一个get database 看回来看回来 这个不用获取 直接删就可以 看错了 直接删的话 把这个 也是要把表明给它传进去的 然后我们直接把那个给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要求我们盘音的表明 就是盘音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吧 让我们删除也写好了吧 登 删 查 改 是不是 我们现在在封 先把改给封了 修改 因为它基本上跟那个什么是类似的 这叫update user 这叫update user 然后这个要接受什么参数呢 你修改这个用户 到底修改它的这个值或者什么 肯定也要传一个条件进来吧 对不对 比如说你按照id修改 修改 修改某一个值或者多个值 为什么什么值 对不对 我们也要接受一个条件 然后还要接受什么呀 你要修改值你也传进来了 对不对 其实跟叉数差不多 model你也要传进来了 只不过修修改是 没有 是他这个 id什么这个是事先已经有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里边 继续调用咱们刚才那个 参数重新获取这个continent views就可以了吧 因为咱们修改也是用这个吧 对吧 怎么做呢 retend 也可以直接返回了 get databit update 对吧 也是这几个参数 表明的话 这就 继续把它给复制过来 然后呢 然后就是值吧 这个 这个是条件 对不对 直接传 传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条件的参数 咱们也没有 直接都给复加到 那里 一句话里边 咱们就不用传 也是那么值 是吧 然后这边如果改了之后 它的返回结果大于零 肯定改成功了吗 就自动返回真 否则就是假 对不对 修改完成了吧 大哥干什么 该 该查了吧 对吧 查的话 咱们就 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 查一批用户出来 对吧 它返回的应该是 list的列表 一个就是只查 根据指定条件 只查一个用户就行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按 类别查什么用户 对不对 有可能查出来 就是好几个用户 这时候返回的 应该是个 list的列表 我如果按id查 因为咱们的userid 是唯一 主件值 对不对 查出来只能有一个 对吧 所以查要封装 两种情况进去 我们先封装 获取list的这种情况吧 好吧 public 然后呢 返回是一个list list的类型的表 然后 把它范形 定义为modeluser 定义一下强制的类型 getuser 是吧 getuser的话 应该是也要传一个条件 参出进来吧 对吧 还是一样的 直接复制吧 然后要怎么做呢 咱们里边已经有 getuser list的这个方法了吧 在cycle.dl base 我看一下 我修一下 对 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获取这个list的 也就是传进去 这个cycle脚本 他用 他执行这个cycle 这个方法 直接就帮你查了吧 对不对 他会返回一个游标 然后他自己 他会把游标 转换成list的 返回给你 对不对 他调用了这个bandmodel 是什么呀 是什么方法呀 又是一个抽象方法 也就是说 他在负类里边 又调用了子类的这个 bandmodel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把游标 转换成一个实体类 对不对 他把这个转换的 谁调用他 谁自己写这个实现 对不对 咱这里边 现在是none 我们一会把它写一下 我们现在先把 这个先写 先完成 好吧 先把咱们 cycle语句定一下 这个cycle语句 就叫 cycle text 这个cycle语句 应该 现在都还有印象都熟悉吧 对不对 这个如果你要操作数据库的话 这个cycle语句 一定要熟悉 不能把它给忘了 这个cycle的 form 这就是从某个里边 查表 对不对 while就是条件语句嘛 对吧 咱们这里边 把它加上一个 1 等于1 为什么呢 你加上一个1等于1 好让他这个条件传来的时候 都加 前面都 都要加一个这个and 对吧 要不然他那里边还得判断 到底 到底加and 还是不加and 因为 他没有的时候 他当只有一个的时候 他就不用加 对不对 这前面就不用加 直接直接跟就可以了 当是 当条件是多个的时候 他中间还要and 补充多个and 咱们直接在这里边 就给他加个1等于1 对不对 当成一个条件语句 这个1等于1等于 条件肯定为真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条件肯定为真 他其实就是为了占一个位 让他后边所有的这个条件 前面都要加and 这个我们一会儿在用这个语句的时候 就可以实际的观察到 怎么要使用的 为什么要加这个1等于1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了吧 return get list 然后把脚本给传进去 对不对 咱们再来进去看一下这个方法 get list 脚本传进去 执行这段脚本 对不对 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这个游标 然后把游标又转换成list 对不对 用了一个list 然后游标开始不断的next 这个往下循环 没找到一个游标 就通过这个find model 这个抽象方法 对不对 在这里边一会儿要把它转换过来 把游标转换成实际的对象 转换过来 转换了之后 又迁到这个list列表里边 对不对 最后关闭游标 把list列表直接一返回 对不对 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吧 应该能 能搞清楚吧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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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